我是东京韭菜老黄 每天给您分享实用的最新的热点新闻 请您订阅点赞我的频道 每天精彩内容不错过 最近国内有一个词很火热 叫做消费降级 消费降级我们说 它不光是物质上的感受 很多时候你听了也能明白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 就是说原本你没有那么高的欲望 让原来这个消费升级 让你的生活飘了起来 那么现在就让你平稳下来 让你把这个消费降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来想 这个消费它并不是说 你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你其实是没必要去买这个东西的 比方说有的女孩子 她就需要名牌包包 但是很多时候你来分析一下 她真的是需要这款包包不可吗 她也可以不买是不是 其实很多时候 她是一种虚荣心 在里面作祟 就是因为她的虚荣 让她去消费了这个 昂贵的包包 那有的男同志就会说 我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我就喜欢抽点好烟 喝点好酒 那么这种消费啊 她其实也不是完全属于她 个人的生理上的一种需要 有的时候她这种啊 也是一种啊 强烈的情绪价值 就让她自己觉得 我生活的很好 我的地位很好 每天都是啊 名牌烟 名牌酒 很潇洒 这个谈笑有红如啊 往来无百里 你看我这感觉 是不是 那每天乐呵呵 很潇洒 我是小资生活 它就是这种啊 情绪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的情绪价值 这个就是 有什么东西 能够带给我们快乐 但是呢 又不花那么多的钱 能取代它 甚至呢 更快乐 更长久 那有的朋友说啊 我 喜欢旅游 流行说也就是什么 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么 这种啊 朋友啊 其实啊 你就是出去玩了一趟 你在哪玩不是玩了 你以为你出去玩了一趟 就能长多少见识啊 就能够改变对这个世界的 看法吗 你其实走到哪里 也都是走马 光花一下 也都是 普通 去外面 游荡的一圈回来 无非就是想给自己 脸上贴点金 然后发个朋友圈 说两句 晒下照片 证明你出国了 证明你去云南逆江了 你去四川的 酒带沟了 或者你去重庆的 网红点 去打卡了 所以啊 这种时候啊 你要选择娱乐方式的时候 就要选择 消费降级的这种选 有的朋友啊 他以前的时候 又去蹦迪 又去KTV啊 搞得消费很高 那么前一阵子上海就传了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小伙子发现啊 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夜大 夜大他就是面向社会招生 就是晚上的时候来这个夜大来上课 来学习 来学习什么呢 就是来学习这个 拉手风琴呢 弹钢琴呢 还能学习中医 还有的呢 学木匠 学电弓 还有学跳舞的 学什么的都有 所以有很多 那个时候的上海年轻人 晚上都去这种夜大 去消费 很便宜 几百块钱 就能学几个月 还能交到很多朋友 这个学费真的是少得可怜啊 所以你在这种地方啊 你消费几百块钱 你又能 是吧 开心愉悦的 玩几个月 又能学一技之长 还能交到几个朋友 今后又多了几个 共同的爱好 是吧 这种消费啊 那就是很快乐的 很轻松的 而且是长久的 所以啊 很多时候啊 我还想跟大家说的时候啊 就是 在消费降级的时候啊 要克服两种心理状态 这两种心理状态 会让你更加的痛苦 而且难受 第一个心理状态呢 就是心态要放平稳 不要太着急 不要老想着 我过些日子 我就能够赚大钱了 千万不要抱有这种幻想 因为现在的这种 经济大环境啊 它不是几个月 一两年 它就能够改善的 它是一种叠加效应 我个人的判断啊 即使现在 我们的政府 每一步的决策 都是正确的 对经济都是有利的 国内的环境好起来的 那么国际的经济环境 也好起来了 那么等传达到 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的时候 那也要五六年的时间 不是说国际环境一改善 国内的经济环境一改善 马上就能够流转乾坤的 它这个经济的 腾飞啊 它也不是一两天 也是要有十年八年之久 改革开放 到后面的二三十年的经济腾飞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经济的下行呢 它也是一个过程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放好 不要想着一两年两三年 我就能够飞黄腾达 所以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所以大家不要对外来 抱有太大的希望 所以心态放好是很重要的 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 我们中国人这些年 也过了很多年的好日子 也该有涨有落的时候 经济它也是不可能 一直就拼命的往上涨 它也有回落的时候 你看这个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 它有一年四季 有春夏秋冬 到了冬天的时候 天寒地冷 这些动物 它都要学会冬眠 去休息 去停止内耗 去消耗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更不要盲目地去投资 去加大资金的投入 去盲目地扩张自己的生意 这个时候 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大家的经济情况都不好 各行各业都在内卷 也许今天是这个价格 明天有想不到的 更低的价格 更多的同行 来跟你抢饭碗 所以很多时候 不要太能管 这个时候一定要 把自己的钱袋子守住 第二个就是 不要盲目地自信 就是我有很多的人脉 我有很多的能力 我有很高的学识 我念了这么多的书 我考了这么多的证 这个消费降级 这个经济大环境再不好 我没事 我能独善其身 我依然是社会精英 你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这种人 这种话也挺多的 听得挺多的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100斤 大风一吹 就容易把你吹风了 那么你200斤的一个人 大风来了 有可能就把你吹不走 是不是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是一个台风过来了 那么你我 你100斤我200斤 我们都是一溺沙子 像这种时代的 大当过来 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都是 沙滩上的 一溺沙子 不要把自己想得 太伟大了 我们都很渺小 这个命运呢 他也是跟国运连在一起的 也是国运的一部分 我们不要以自己渺小的身躯 去跟整个大趋势去抗衡 那也还有很多人 就是说我 哎呀 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产 我有房子 我有几套房产 我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 那么这种中产阶层 很容易盲目的自信 觉得自己没问题 以为自己有房有车 觉得也没有经济危机 那么你以为 你有房有车 你就是富人吗 富人是什么 富人是 他掌握着 持续能给他带来 现金流的这种生产资源 这种生产资料 一般人掌握不了 而且在国内啊 很多的中产 它是很难接受打击的 接受不住风险的 也许你这一条街 今年生意很好 生意火爆 过了两三年之后 这一条街 可能就因为一个工厂的搬迁 一个公司的搬迁 导致这个人流量急著下滑 以前能够稳 稳断的生意 结果现在每个月都要亏本 这种抗击大能力 你一下子你就扛不住 也有可能运气差的时候 一年时间你就返平 甚至几个月你就能够返平 可能就几个决策失误 就能导致你返平 所以大家都还是忧着点 不要盲目的自信 也不要盲目的去投资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 自己的能力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 也不要想着天上掉线饼 等这个巨大的经济海啸 过完之后 八年十年之后 整个春天到来的时候 那么经济 它又会逐渐的升温 逐渐的好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时候 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 包括国内的很多 互联网的大佬 一直也在说一个词 就是说未来三到五年 要想的是什么 就是想的我这个公司 我这个企业 在三到五年之后 如何活下去 如何生存下去 而不是说要发展的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壮观 要到纳斯达克去上市 要活下去 你就赢了 你就比很多人都强了 好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到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 做好每一期节目 谢谢大家